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林总监 如果我们再借鉴一些 时装周上的流行元素 你觉得 其实 我不是太喜欢借用流行元素 时尚界每年都有 风型的款式和颜色 但是设计做出来 往往是一时和无趣的 要想作品长久 就必须要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风格 就好像多年前 蓝海一星有一款非常高端的雄针 就采用了极为罕见的 双生玫瑰的造型 愚蓝海一星 你觉得这种人 就是什么什么 武汉的意识 你不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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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可以 你不得行 是吗 你也想要借鉴 这款双生玫瑰 是吗 你认识这幅画 我海外留学的时候 知道这幅画 是一个著名教授 年轻时的作品 还有名 是的 所以 你是想将我们的设计 都改成玫瑰的样式 我是想借由双生玫瑰的概念 把我们所有设计问题的展品 全部加入双生玫瑰的设计 这样的话 我们的作品 不仅还有蓝海一星的特色 还会和珠宝展会上 所有的展品 完全不一样 可以 我已经让人去拿 3D激光打印机了 等你的设计图纸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制作部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等展品追回之后 就可以马上改版制作 我觉得这个趋势 还可以再改一下 这是艺术生的首饰 我姓沈 我叫沈曼宁 我是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 庄总 不好了 不好了 虽然 方向他们把3D打印机送到了制作部 但是门口突然来了好多记者 他们好像是知道了我们的珠宝 跟国外的著名设计师有版权纠纷的问题 全都吵着要见临时长 还说要采访您 记者怎么会知道的 那展览还没有开始啊 不知道 一定是有人把消息放了出去 明天就是周一 股市开盘 刘光集团 明明就是说好了展览之后再做决定的 他们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啊 为了商业竞争 一切都可能做得出来 我先下去看看 能挡的 我就先挡了 可是这些设计 庄总放心吧 我已经发给制作部了 我的助手会完成的 一刀 牵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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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看 或者让我们接一下设计师市长好吗 让我们接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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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蓝海一星第二设计师市长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我吧 林母帆设计师 林先生 蓝海是不是在珠宝展上 抄袭了海外设计师的作品 蓝海是不是已经卷进了版权官司 有没有被行业协会拉入黑名单 请告诉我们真相好吗 对不起 你们刚刚所说的一切